NCC輪綠色打手三巨頭 通通被點名 不是 我是講說 那件事情跟特定政治人物是無關的 我們是講說有這個 剛好有這一位 因為有他在這個網路上面 有一個有一個那個 跳針再跳針 身為發言人以違反廣電法 為由重罰中天百萬 但具體是有講不清 所謂的開法標準 自己也狀況外 但原來不能怪他 展示翁伯宗專長微博工程 偏向電信類 根本沒有光電媒體經歷 卻能用不明確標準前置媒體 外界很難不聯想 根本拿顏色不正確媒體開刀 過去媒體改革大小場合 都能看見洪真林身影 曾任台大新聞研究所所長 推動反新聞置入 反媒體壟斷活動 還是反望中成員 立場這麼鮮明 卻能在獨立機關 扮演舉足輕重角色 難道顏色對了就對了嗎 那如果說成軍了之後 那相關的廣電媒體 還蓄以報導的話 就是現有為廣法四四條的規定 來更更正做更正的這樣的動作 廣電法條被清處處長黃金毅 世新傳播研究所出身 盡心盡力配合上級演出 但似乎忘了今年初 才發表感人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宣言 直言各部會 可以不管媒體死活 但NCC要呵護媒體的言論自由 及公信力 再三強調NCC不能走歪 得維護民主自由的意見市場 對比今日作為根本是自打臉 紅鎮定委員跟翁副代理主委 基本上意識形態很清楚 偏綠非常清楚 兩個基本上是不適任的 這兩個人我認為他們是筷子手 其實就基本上是蘇仁昌的打手 那以後NCC已經名存實亡 他已經不是一個獨立機關 帶著綠色墨鏡官員 藏身獨立機關NCC 是不是認自由公平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